在大陆许多餐厅的大门口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宣传 就是说自己登上了必吃榜或是人气榜的榜单 而他们之所以能登上这些的榜单 最主要是来自于顾客的评价 点开大陆最大的生活消费指南app大众点评 可以看到每一间餐厅旁边有一个分数 最高五分代表拿下很多好评 大陆民众普遍认为4.5分以上环境口味都更稳定 但近期年轻人报复性挤爆3.5分餐厅登上热搜 你自己大概都挑几分呢 3到4吧 3到4就是说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 感觉越低可能就越代表这个商家可能不会去买 就可能会我是那么觉得可能会更好呢 不用往高分的餐厅挤低分的可能更好吃 这样的评论让不少大陆网友产生共鸣 因为许多高分餐厅总是在用餐过程中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高分的话呢很多我们去一些餐厅他可能会就是说给你送一些饮料啊或者什么 他会直接或者说会有商家会直接帮你点 会有这个很多的商家就是去刷分嘛 然后呢我觉得而且一个人一个口味 也不是说分数高的菜就一定好吃 餐厅为了冲高分用赠品换消费者写好评 这样的情况久了民众发现部分高分店会采雷 低分店反而能获得超出预期的体验 这会对平台分数信任度大幅降低 3.5分的也不一定就是说 他可能会是一个噱头 就是说看大家都会去探访一些 就是说分很低的人反而会故意去就是做这种 也有餐饮业者对3.5分餐厅热潮作出评论 认为是消费降级 年轻人更偏好评价餐厅 TVBS新闻程序李敏珍北京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